女员惊恐地发现 家里闯入了一个面目猙獰的红衣女 红衣女手持剪刀 不断发出喀啦喀啦的怪声 小美退到墙边 为了自保拿起手边的花瓶 用力砸向红衣女 红衣女倒在地上 头部流出大量闲血 小美以为自己杀人了 正害怕的时候 红衣女蹭得一下站起来了 小美被她吓破了蛋 冲出房间四处逃窜 黑漆漆的大路上竟然一个人也没有 小美想要报警求助 却发现这班警察们恰好出去巡逻了 她躲进警局把门锁好 然后给男朋友打了电话 听到男友的声音 小美这才松了口气 但随后她就发现了异常 男友竟然一句话也不说 只是一遍又一遍地 机械地重复她的名字 小美一把扔掉手机 一下又一下地砸上去 把手机砸坏后 她以为就没危险了 结果下一秒 她就听到了喀啦喀啦的声音 她回头一看 看到了天花板上的红衣女 现在小美非常肯定 这个红衣女绝对不是人类 小美惨叫着逃出警局 看到不远处的大路上 有一群人聚在一起 她脸盲冲了上去 试图想这些人求救 但是这些人一直低着头 仿佛听不到她的声音 小美不开人圈 看到地上有一个 坠楼而亡的小女孩 不等她有什么反应 一只小手就拉了上来 小美低头一看 看到了被摔死的 小女孩的鬼魂 刚才的掳人和尸体转眼 之间消失无踪 小美震惊地问小女孩 女孩伸手指向路边 小美顺着只是看过去 突然想到不久前 她从这个地方路过 看到路边摆着很多鸡皮 路边的学生们说 有个小女孩在摔死在这里后 小女孩的母亲 每天都会趴在楼上的栏杆旁 注视着女儿去世的地方 小美不禁感得唏嘘 然后就转身离开了 现在她恍然意识到 现在站在她身边的 就是那个死去的小女孩 小女孩还没回答 红衣女就追了上来 女孩指引着小美 逃到了一座公寓里 小美狼狈地爬上楼后 又看到了很多 低着头一言不发的人 她穿过人裙来到另一个房间 又看到一个脖子上 有勒痕的奇怪女人 女人和小女孩 一起把小美引进一个房间 小美把房门锁好后 看到房间里面 缠满了诡异的哄声 房子身处有很多 小女孩生前的照片 看来这里就是小女孩 以前的家了 就在小美看照片的时候 红衣女再次追了上来 扭动着僵硬的四肢 将小美困在了墙边 小美为了火命 慌乱中撞开窗户 从楼上掉了下去 但是她没有摔死 而是在病床上醒了过来 这时小美才意识到 她只是做了一场噩梦 不久前她回家的路上 捡到了一个珍珠耳环 就在她疑惑的时候 一个女人从天而降 跳楼的女人当场死亡 小美被女人砸成重伤 一直只聊到今天 才从昏迷中醒来 联想到梦中的内容 她怀疑那个跳楼的女人 就是梦中小女孩的母亲 出院后小美 来到梦中女孩去世的地方 看着路边的鸡皮 她突然想去楼上看看 就在她趴在栏杆上 向下观望的时候 身后的门突然打开 住在这边的一个大街 告诉她那对母女 已经死去一段时间了 自从女儿去世后 女孩的母亲就一蹶不争 后来直接上吊身亡 这让小美十分震惊 因为如果女孩的母亲 真的是上吊自杀的 那把她砸伤的是什么人 在小美疑惑的时候 小女孩母女出现了 看着女孩母亲的脖子 小美认出她 就是在梦中帮过自己的鬼魂 母女二人的鬼魂 突然变得十分痛苦 让小美赶紧离开这里 随后她们俩的鬼魂 就被强大的力量吞噬 小美感到脚坏意料 竟是红衣女找了上来 一双双惨白的手 牢牢禁锢住小美 将她按在了栏杆上 时间突然变成了夜晚 小美用余光 撇到一个女人从楼下路过 她的珍珠耳环 被鬼打雕雕落在 那个女人面前 女人捡起耳环 落出和小美一样的脸 小美被红衣女吞吞吞 砸在另一个自己身上 等她再次醒来 已经到了医院里面 此时的她陷入了循环 将不断重复着被自己砸到 然后砸到自己的经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